好,那在剛剛我們有介紹的音階之後呢 那接下來呢,我會想要來介紹一些和弦的部分 尤其在這個艱困的疫情時間 大家一定會想要彈彈唱唱吧 那彈彈唱唱的話呢,我們除了練習音階之外 練音階它可以有一種陶冶性情的感覺 好,那但是如果說是練那個彈唱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會一些和弦的 所以呢,我想要在這邊呢,介紹一點點和弦 就是C大調常用的基礎和弦 然後去做一個練習,讓大家去試試看 好,那我就要先寫幾個和弦囉 好,C大調常用和弦的話呢,我們現在一樣像上一堂課我們的音階,我們在選音階的時候我們一樣也是這樣子畫了一個這個 格子 一樣是這樣做對照喔 好,那是這樣,那我現在要多畫幾個喔 這是第一個 好,那我先去看 好,然後來試看 好,來試試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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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來試看 好 常用的六个 第一个是C和弦 C和弦它是在这里 它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 好 那它是怎么按呢 我们就这样子哦 按着第一弦的第三格 按着第一弦的第三格 好 然后刚刚我们单一就是大拇指一次拨一条弦 那我们在按这个和弦的话 我们刷好弦的话 我们就要刷全部咯 按好之后刷全部 这就是一个C和弦 当你会一个C和弦的时候呢 你就有进入一首歌了 大家有听过《两只老虎》吗 那就这样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靠得快 靠得快 一直没有耳朵 一直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好 这个可以弹给你的孩子或孙子 还有你身边的小朋友听 他们一定会很有共鸣哦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来介绍别的和弦啦 第二个和弦来 也是一个简单的好了 A 麦 好 我们看到这个麦 这个看到一个小写 哎 我就念麦哦 好 那这个MI的话它是按在这里 一 二 三 四 第四弦的第二格 这个位置 好 这个位置呢 它就在这里 第四弦的第二格 那因为是第二格 所以我会用我的中指去按它 这样子 中指按着第四弦第二格 按好 好 那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哦 我们在按和弦的时候呢 我的手指头要尽量垂直直板 好 就好比这是一个平面 你的手要这样站着 不可以这样躺着哦 这样躺着的话 会按到其他的弦 然后你的吉他 你不够粒粒 它的声音又会被闷不掉 所以你的手要站起来 站起来它才会 它才会有声音 好 我来示范一下 站起来跟躺下去的差别 手指头站起来 它的声音听起来是这样 好 那如果手指头躺下去了呢 好 它是这样 对吧 这样的声音就卡住了 所以手一定要记得要站起来哦 好 这个叫做A-Mine 好 然后再来一个稍微进阶点 有一点点弹的叫做S-Mine 好 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弹啊 它就是一样跟A-Mine一样 在第四弦第二格要爱你之外呢 它再加一个这里 这个是一二弦的第一格 这样第二弦第一格 所以呢 我的手就这样子按就可以了 好 所以中指按在第四弦第二格 然后十指按在第二弦第一格 好 然后再来 下一个和弦我先来讲G7 G7 G7 好 G7 就会按的和弦位置比较多哦 这样子 好 这个是G7和弦 好 十指在第二弦第一格 中指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无名指在第一弦的第二格 这样子 好 这个和弦一开始的话会有点点难 可是没关系 我们的手呢 就让它垂直一弦 对 因为它的 不习惯 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 没关系 好 再来 再来一个叫做 E-Mine7和弦 它是在这里 它跟G7有点点像哦 这样子 E-Mine7 所以它是按在 第一弦第二格跟第三弦第二格 也就是你的G7 十指拿起来 G7 十指拿起来 这个就是E-Mine7 OK 好 再来 最后一个叫做E-Mine B-Mine7和弦呢 它其实跟F有点点像 好 它只是多了一个无名指 用我们的无名指按在第三弦的第二格 这样子 好 那如果说忘记我们的手指头 到底要按在哪里的话呢 好 在这边稍微写一下下 我们呢 通常在乌克莉莉上 那我们会这样子称我们的大拇指叫做T 十指叫做E 中指是2 无名指是3 小拇指是4 好 不管是左右手都一样哦 来写一下 好 然后呢 再来我先帮你们写一下建议用的手指头 好 然后呢 再来我先帮你们写一下建议用的手指头 所以我们的第三格 通常我们会用我们的无名指 好 然后再来呢 第四弦第二格呢 我们会用我们的中指 中指就是2 好 然后再来我们的F5它因为它有两个 我们要用我们的十指跟我们的中指 好 然后再来G7呢 十指 中指 无名指 好 那这里的话呢 给用中指 无名指 好 再来Dmine 十指 中指 无名指 这样子 好 那有了这些位置的话呢 我们再去做练习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都是参考用的哦 有时候我们为了它换和弦方便 我们的手指头也有可能会换位置 就好比E-Mine 7 我们我刚教的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按它 但是如果有人要这样按 这支也是可以的哦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还是会依照我们个人的时分去调整 为什么这个东西它会有弹性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手长得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的习惯也会不太相同 那其实在流行音乐来说呢 它最让人觉得很亲和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其实没有一个这么严格的规定说 哦 我一定要哪一支手指头怎么按 它的那个声音才会对 对 它其实只要是你自己弹起来顺的话 其实就可以使用你常习惯的方式了 好 那现在这几个和弦呢 同学要稍微去练习一下 下下哦 C A M F G 7 E M 7 跟 D M M 好 你们可以先把这些位置就这样 刷一遍 C A M F 那如果这些已经记起来的话呢 你们可以来稍微去做一个练习 那我现在要做一个就是所谓和弦转换的练习 和弦转换的练习啊非常的重要 那一开始呢我们只要把我们不熟悉的部分呢 反复的去练习它 其实就会就会熟悉 那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才会熟悉和弦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给自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说 如果你平均一个礼拜有练到三天 然后一两个礼拜下来 你对和弦就会有一点点印象 有一点点印象不等于谈得顺哦 还是需要再多做练习 那因为像现在都不能出去玩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练练乌克力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它会让你不知不觉就 时间就消耗掉了 然后你又学了一个新的技能 以后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包含像生日快乐歌啊 它也是可以有无课例去弹哦 好那我现在来给大家一些 和弦练习的的部分 好我们常用的呢 常用的和弦禁止 C MI F G7 好这个是第一种 好那我现在把它快速的写一个小的 可以让大家可以稍微提醒一下 MI F G7 好 那它现在我现在来带大家来练习哦 好这个C MI F G7的部分 好 第一个是C MI S5 G7 好那你会看到哦 C 名字 按着之后对不对 那MI是要用中指对不对 那中指没事啊 所以我可以稍微准备一下 MI 就是踩下去了 好再来 A-MI到F了 我的那个中指是不是已经按好了 所以现在就要接十指哦 F5 有没有 所以A-MI F5 好然后F到G7 我的十指是不是已经踩好了呢 那就把中指和无名指放过来 好一样 弹完之后呢又要接回去C 我的无名指往下挪一格 C 好然后中指过去 A-MI 好 狮子放下来 F5 好 狮子才好 中指无名指过去 G7 再一次哦 滑下来 C A-MI F5 G7 好 就这样一个练 好 就这样一个练 那我要唱一首 应该很多人听过的歌 好 就这四个和弦哦 他就可以把整首歌唱完了 我们都是好朋友 让我们来牵着手 美好时光没有错过 跳出幻想在心头 欢乐年号 一刻不停留 时光匆匆 哎呀呀呀呀呀 要把我 有没有 他就可以这样子把整首歌带完哦 好 这个就是第一个 总盒我让你们可以常常练习的 好 接下来我来写写看 第二种好了 F5 B-MA-CHI B-MA-C 好 一样也是这四个吧 复号 好 那如果忘记刚刚那几个和弦长什么样子的同学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下面画给你的和弦 下面画给你的和弦 然后呢 好第一个叫做F5 然后再来是E-MA-7 哦这个比较圆啦 我的中指先跳到第三弦的第二格 无名指按第一弦第二格 然后食指就可以拿起来了 就会变成E-MA-7 好再来呢 接下来换D-MA 好 食指按回第一弦的第二弦的第一格 然后这两支中指跟无名指呢 挤到前面三四弦去 and E-MA- 好 然后接下来最简单的C和弦 哦 会发现到这个例句呢 有比刚刚这个例句稍微难一点点哦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多去反复练习它 F5 E-MA-7 D-MA-E 好 C F5 好 E-MA-7 D-MA-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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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首歌呢 它其实一样可以把整首歌唱完的哦 它是这个 五月天的引爆 五月天的引爆 拖下长日的假面 奔向梦幻的疆劫 暖花马车的午夜 换上童话的玻璃线 它就可以这样子一直循环带 带到后面有什么 爱一个人 爱我 将我的手 请我 将来 抱紧我 和我 爱爱爱 你别走 有没有 它就可以去做这样练习 整个它可以串完 然后就可以唱到你整首 OK吗 所以这个和弦一样哦 你要去反复的去做练习 对 那反复练习一拍刷 就是一个和弦先刷一下就好 我们不要太心说一个和弦刷四下 因为那个速度会变得很快 好 然后再来下一个和弦 好 第三个 好 接下来这个和弦呢 其实 其实应该很简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齁 好 第一个是A麦 A 然后F5 A C G7 好 我一样再把弦 留下好了 OK A麦 其实像我们在一开始接触一个乐器的时候 如果说你没有对和弦很熟悉 然后你可以看着谱去看这个谱这个形状去去多做练习 也没有关系哦 因为其实你只要说花了时间久啊 你在弹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去去习惯它 就慢慢记得常用那几个其实都会记得 像这边的和弦里面这三个例子里面 你就会发现有些和弦是反复出现的 例如说C啊 还有F 那么它就是一直反复出现的哦 好 A麦 F5 C 好 G7 A麦 F5 C G7 好 这首歌呢可以用那个刚好遇见你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因为我刚好遇见你 留下图籍才美丽 风吹花落泪如雨 因为我想分离 有没有 它几乎也是整首歌都可以走 只有到最后的时候 最后 就是如果再相遇 我想 然后这两个反过来 我会记得你 就只有最后一句不一样 前面全部都是这个 M-R-F-C-G 好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哦 当你会这三个和弦进行的时候 你已经会三首歌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乌克力力会很难吗 其实 它可以很简单的都上手哦 然后至于说 我们要练到说 什么样的程度 就看你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那其实 我们在弹和弦的话呢 就是这样很难唱唱 其实是很容易的 对 或者说对着歌去弹奏 也是很OK哦 好 那其实平常我在上课的话呢 我不只是写版书 我可能会在课堂上 我会发那个讲义 就发讲义给每个同学 那同学可以有苦去做对照 然后对照之后 再跟着和弦这样谈 就是会比较清楚说 我的唱的部分在哪里 然后和弦的部分在哪里 这样做对照的话 就是会更清楚 那现在的话呢 因为今天我们才刚开始上课 所以我们现在是和弦 那至于说 弹唱的话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哦 我们在学习的话 至少我们会有四堂课的时候 可能要先认识一些和弦啊 单一的位置啊 还有节奏的部分 好 节奏很重要哦 所以呢 我等一下我要来稍微讲一下节奏 好 刚刚取得这三首 歡乐年齁 然后到这个拥抱 然后再到刚好遇见你 他已经是一个跨越老中心三代了 所以呢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层呢 都可以往乌克利利的哦 我最小的乌克利利学生大概是六岁 然后年纪最早的乌克利利学生大概有到七八十岁 所以其实乌克利利他是一个很好带着走的乐器 他其实是还蛮方便的 好 那我们现在为了一些单音的部分 然后也会和弦呢 但接下来就要看节奏了 好 节奏的话呢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件事情 箭头 嘿 还有这个 大家应该跟他们很熟悉 你走在马路上都会看到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哦 我们乌克利利的箭头呢 它代表方向刚好跟我们看到的 想象的是反的 比如说指向上的时候 是往下刷 所以看到这个箭头的时候 指向上的时候就要这样 它的意思是 从上面刷下来 好 那指向下呢 就是说从下面刷上去 上刷 那这个呢 从上面刷下来 所以 这五八小心哦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认识一些符号 好 好 我们今天来认识 四个符号 第一个这个叫做全音符 第二个这个叫做二分音符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这个叫做四分音符 好 那全音符 然后再来这个叫做八分音符 然后再来这个叫做八分音符 好 那全音符的话呢 它是四拍 四拍 二分一幅的话是两拍 四分一幅的话是一拍 八分一幅的话是二分之一拍 那我就想像说全音符是什么状况呢 它在一个小结线里面 如果在四次拍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有了一个它之后 后面就不会有东西了 然后再来二分音符 你看全音符就是说 这你就把小结线想像成一个盒子 我的盒子里面只装了一个 装了它的全部 它就占完全部所以它叫全音符 好接下来二分音符就是 我的盒子里面要装两盒 所以叫做两分音符 OK吗 然后再来四分音符 我的盒子里面要装四格 我盒子里面装四格 所以我会叫它四分音符 好那再来接下来呢 八分音符所以盒子里面要装几格 就是装八格 八这个要小小的 三四五六七八 好 然后呢 这个八分音符它很有趣喔 它有一个尾巴对不对 那它有个尾巴的话呢 当它两个遇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就会手牵手 它们感情非常好 所以它会长成这样 非常可爱 OK 好八分音符八分音符 OK 好那再来呢 我们在刷法上呢 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例如说我们一个全音符的话呢 它通常会是这样的 刷了一个箭头之后 你会看到它后面 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 所以你会刷两下 好 然后再来这边 这个二分音符的话 第一拍刷完加第二拍 这样就两拍了 好 再来第三拍 第四拍 所以你会刷两下 好 再来这边的话呢 一拍 会刷以下喔 所以就会装四个箭头 好 再来八分音符的话呢 它其实 就会装八个箭头 好 或者是八分音符 它会有两种刷法 诶 这时候就出现了箭头指向下 对不对 八分音符会有两种刷法 好 然后 然后这个底线呢 就是代表它这个 这个很尴尬 就是它的尾巴的顾色 好 这样子去记它 所以八分音符记得下面 雕花条线 不然它就变四分音符了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东西 我们在乌克列艺上 会怎么呈现呢 例如说全音符 它可能就是我按一个C和弦 听起来比较不会有的 C 然后刷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这个是全音符 它声音很长 对不对 一 二 三 四 它就占四拍 好 再来二分音符呢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那么它在一拍 它在一个小节面呢 就刷了两下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再来四分音符的部分呢 它就是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那八分音符的话 就会变成是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好 那你就会发现 我在数一的时候就刷两下 一 二 三 四 好 那为了要让我刷的平均一点 我会念 一 二 三 四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OK 好 所以呢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也常用的 它是这样子 往上刷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它可以这样子去练习喔 所以这有两种 好 那大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啊 老师 我要怎么刷啊 要哪一支手指头啊 我们有五支耶 要哪一支 是要全部一起刷啊 还是都用大门子呢 还是用十指 其实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想要的音色 而选择要用的手指头喔 哇 听起来好像又是很自由 没有错 真的很自由 那但是我自己有个习惯啦 我通常我都是用十指去做刷 就做刷的动作 好 那刷的话呢 我的 我的刷往下刷 我其实会用我的手指头的 指甲的上端 指尖的部分喔 只有指尖喔 你不要不知道怎么指甲面 指尖指甲面的那一部分 去刷往下刷 对 那往上刷的话 是用指头的 也是指尖的肉的部分 去刷往上刷 好 那如果往上刷 大家会觉得声音很红的话呢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右手 稍微留一点点的指甲 声音会比较清亮一点点 或者是去使用那个pick 使用弹片去刷 那声音也会比较亮 然后比较大声 但是有时候大声它其实就会真的很大声 如果你在家练的话 可能隔壁邻居就会想要来给你投的肉 所以呢 在家练前的话 其实用手指头刷 我们有了这些节奏之后呢 再带上刚刚的和弦 然后其实你就会发现 可以把东西带进去 好 例如说 我刚刚有写到一个CMI 来扶我 然后我带一个四分音符好了 都刷四下哦 OK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比刚刚刷一下的时候 听起来活泼多了 好 到目前为止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节奏跟和弦要怎么去搭配了吗 如果知道的话呢 就好好在家里练习哦 希望大家可以开心愉快的度过这个辛苦的时间 然后期待来上课 谢谢